美国西部时间12月9日 由洛杉矶圣盖博士居民岳华裔陈志夫妇 投资的百花餐饮中心 在历史悠久的圣盖博士教堂区隆重开业 13家知名餐饮品牌入驻 让百花餐饮中心 在中餐馆邻地的南加州别墅一致 陈志夫妇回馈社区的善举 备受社区的肯定 Hello everyone Thanks for coming out to support our food hall So I used to live in St. Gabriel 20 years ago Move away Worked for a job and then came back with our son So we just came here and thought this city deserves something better than what we have So Mission District was the right spot for food hall So then we, my wife and I, Nellie, we started brainstorming And we thought this is the best place to bring people to get by having food And for kids to run around safely So that's where we started 开业当天不仅掏客云集 南加州诸多政府官员也到场祝贺 包括加州第22选区参议员苏珊·卢比奥 加州前众议员伍国庆 盛盖博士市长廖清禾 副市长丁延宇和其他市议员社区学院代表 国会议员加州众议员代表等 因为我们盛盖博士也是很多的美食出名的 可是就是说像这一类国际美食的就不太多 所以他们就想到说买了这个房地产 然后经过这个建筑师的设计 你看就是非常的不同的 就是有一点像是北欧风格的一个建筑物 那里边呢有包括我们咖啡早餐开始 然后到这个日本餐也有 韩国餐也有 还有加勒比亚的这种餐都有 还有就是素食店 素食汉堡等等 就是各式各样的美食啊 就在这个Bossom Market Hall 就是我欢迎成了百花 百花这个食品节 那以后呢华人如果喜欢吃不一样口味的这个东西的话 可以来我们圣盖博士 洛杉矶圣盖博士教堂区 文化 人文 历史氛围浓厚 百花餐饭中心所在的建筑已有72年的历史 此前是一个私人俱乐部 已打造成了一个1.2万平方英尺面积的餐饮中心 目前入住的商家包括世界知名的冰淇淋店 Brice 圣盖博的酒吧品牌安沟安梅森等 民众在这儿可以品尝到不同族裔 不同地区的美食 百花餐饮中心是一个开放式的环境 餐饮的准备一目了然 华裔民众在此可以得到不同的餐饮感受 感谢观看